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在廈門舉行 與台灣金馬獎鑑岸打對台 大批紅星力撐金雞成為史上最強嘉賓陣容的頒獎禮 出席紅星包括李冰冰、陸衡、鄧超、蒜泥等 金雞一共頒發19個獎項 影帝之爭最受關注 大二是今年柏林電影節最佳男主角銀紅獎王景春 惡鬥兩位金馬影帝徐增及圖門 最終46歲王景春脫穎而出稱帝 至於影后方面 蔡前被視為柏林電影節最佳女主角銀紅獎穎梅 及金馬影后周凍宇之爭 最終49歲的詠媒大熱豐厚 我最近有一段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去堅持 我做演員 為什麼要去做演員 要不要再做下去 直到有一天 我明白了我為什麼依然還在堅持 其實 我最終的答案就是 是因為電影 最佳故事片大獎 最終有票房達到46.53億元人民幣的流浪地球贏得 至於最佳導演 由英皇電影《鴻海行動》的林超賢贏得 他發表感言 感謝所有演員工作人員的勇氣 有笑話多謝他們 願意和他這個魔鬼導演合作 至於最佳男配角 是古田君號的54歲演員王志飛 最佳女配角 就由送我上清雲的56歲演員吳玉芳贏得 此外 姚臣老公曹玉憑著繳貓轉獎得最佳攝影 最後真的要恭喜以上所有得獎者 在此外 非常好 這是最佳劍的